这部电影讲述了不思上进的格列佛 在经历了奇怪的小人国和大人国历险后 终于开始认真对待生活 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 格列佛是个杂志社的员工 胖胖的格列佛在这里已经干了有十年的时间 却在事业上没什么起色 仍然是收发式的收发员 不过胖宅男 格列佛也有着自己的追求 那就是杂志主编达西 毫无进取心的格列佛在工作中不被人承认 甚至自己的小弟都比格列佛升职要快 对于漂亮的达西 格列佛根本不敢追求 因为知道自己的差距 只是在达西跟前编造自己可以做旅游编辑 到过世界上的许多地方 于是达西爽快地要求格列佛 交给自己一篇关于旅游邮记的稿子 让格列佛去百慕大三角附近探索 做一次旅游调查 这样格列佛头都要疼死了 毕竟自己说的一切都是假的啊 硬着头皮摇上 格列佛买了机票飞往百慕大附近的小岛上 租了一条船 独自一人就开往百慕大水域 习惯了宅男生活的格列佛 一个人在水上也挺开心 可是这天睡醒后却遇到了大风浪 格列佛连人带船 被掀翻卷进漩涡 醒来后发现一堆小人把自己绑起来 格列佛被装在大车上 送进了小人国的皇宫 这让将军在国王面前好好地表现了一番 被关在山洞里的格列佛 看到了一个小人 这个人叫小白 因为看了公主一眼 关在山洞里 格列佛被小人国捆起来 开始苦力生涯 此时敌对国家在皇宫放了一把火 还准备截走公主 小白解开了格列佛身上的枷锁 格列佛便救出了公主 还用一泡尿灭了皇宫中的大火 这让格列佛成为了小人国的英雄 被国王邀请参加晚宴 晚宴上格列佛带着小白一起大吃大喝 还给这里的人讲述了自己的来历和风土人情 国王也答应帮格列佛找船 并且建造一个住的地方 小人国的国民给格列佛建造的这个大别墅 条件简直比格列佛在家的时候好多了 格列佛也指导这里的人上演一些话剧 顺便帮助小白追公主 可以说格列佛这个胖子的骚话 对小白的求爱有着很大帮助 公主很快倾心于小白 只是公主的未婚夫将军 可是对格列佛心怀不满 很快小人国的人找到了格列佛的床和手机 格列佛从手机里收到很多来自达西的信息 全是达西对自己的失望 这让格列佛开始忧伤 决定在小岛上留一段时间 国王便让格列佛做了小人国的将军 让将军给格列佛当副手 心怀怨恨的将军关闭了所有防御系统 敌国进攻的时候完全没有防备 这时候格列佛巨大的身体有了优势 守着上半身和敌国进行交谈 结果敌人直接开火 生气的格列佛拉着缆绳 把几十艘战船带回了国家 从此成为小人国的战神 还有了自己的将军服 生活很是惬意 在格列佛的帮助下 小白和公主的感情进展顺利 可是将军却即将被赶出这场爱情竞赛 愤怒的将军决定投入敌国的怀抱 还做了一个机器人对付格列佛 格列佛面对这个机器人很是自信 小人国民们也相信格列佛能够战胜敌人 可是将军的发明很厉害 机器人轻松打败了格列佛 于是格列佛被送到了另一处神秘的岛屿 小人国的人也失去了对格列佛的信任 小白也失去了公主的爱 而且小人国已经在叛徒将军的带领下 被敌国占据 所有王室人员都被关起来 此时达西为了找格列佛 被岛上的小人们困住 幸好小白看见了这一幕 格列佛醒来后 发现自己已经被一堆巨人控制住 这里的人简直就是噩梦 轻轻一手指就可以打碎格列佛 小白冒险找到格列佛 告知格列佛所有的事情 这让格列佛重新鼓起勇气 穿戴好衣服回到小人国 从山洞中救出了达西 并且对达西申请告白 为了让小人国恢复昔日的样子 格列佛和将军在格斗场上进行决斗 幸好有小白的帮助 格列佛成功地打败将军 获救的公主和小白稳在一起 国王也同意两人的婚事 大事已定 格列佛和达西一起幸福地乘船返回 从此摆脱肥宅生活 开始了自己认真活着 认真工作的美好时光 和达西一起走向了通往幸福的大门 这部格列佛游记和小说不同的是 改编了作为主角格列佛的身份设定 把故事改编成为一个 不求上进的人经过小人国的冒险后 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中 鼓起勇气面对人生 虽然改变了原著 却很符合当前社会的话题